背后其实都是有故事的 我给大家讲的都是一个一个命题 但是要形成这些命题 都是自由派跟福音信仰 跟保守派在整个拉锯的过程中间 然后一条一条的界线 所以我略掉了那一些 彼此之间拉锯的过程 然后直接把这一些的结论 或者形成论证的结果告诉大家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觉得说 摸不着头脑 但是你知道是过去几十年 保守信仰跟自由派之间 纠结的一个关键的地方 就是圣经的无误性 然后我们的立场是什么 你知道就行了 好不好 然后另外一个 这些难题的话你拿回去看 但是看了以后你也不一定太能够明白 好 那么这里面就是这个芝加哥圣经五五宣言 是84年的芝加哥圣经五五宣言 那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那这是一个对于福音派信仰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文本 那么大家就去 如果你把它下载的话 当然你就有了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在网上一搜 只要搜一个是正版的文本就可以了 基本上是可以 一个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芝加哥圣经五五宣言的这个基础之上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在芝加哥宣言关于这个Biblical Interpretation 圣经诠释学方面的一个宣言 那那个宣言如果你要下载的话 一并下载 然后它里面有很多权势学方面的最基本的保守信仰 就是正统信仰的一些的规则 那么这个也是在Biblical Hermetics 这个诗经学跟自由派这个角力 这个这些战场 这个打了很多年的仗 然后形成的一些的规则 那些规则 如果你要真的很这个要深究的话 那我们必须要讲课 要讲很多的课 要把整个自由派跟这个保守信仰之间的 这个论战的整个过程都要梳理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课题 那么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大家就是intensive 大家是一个密集课程 也没有必要 那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这方面做更多的研究 然后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些书 你要去研究某个议题 那么我觉得我本人也觉得 你没有必要去太多研究这些东西 因为你只要知道它的前涉 知道自由主义的前涉就好了 那个前涉的话 我已经在里面已经跟你分析的蛮清楚的 它的最终的审判的判断的标准 它到底后面有什么优缺点 我们怎么可以现代 我们怎么可以在它的废墟上面 捡它的一些剩下来的一些战利品 一些这个我都已经讲过了 好 那么希望大家回去可以读一下 芝加哥圣经五五宣言 以及芝加哥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接下来我们要讲上帝论 第一个我们是讲上帝的存在 如何知道上帝的存在 这个就是一个普遍启示的问题 最简单的就是说 每个人里面都有上帝存在的本能认识 也就是你是上帝造的 Made by God 对不对 Made by God 你有没有有的时候去回老家的时候 回中国的时候 你就买一套紫砂壶 然后你在仔细欣赏的时候 发现在这个紫砂壶里面 有一个人这个工匠照的 他这上面就刻了一个他的名字 或者这个茶Made in China 然后你的生命中 其实是有刻的这个名字的 Made by God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你的Imago Dei 你的上帝的形象和样式 神的形象和样式是印在你里面的 只要你是人 你是没有办法 就是刻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在里面的 然后呢 你Made out of 有的时候你买一件羽绒服的时候 这个里面他就告诉你里面塞的是这个鸭绒 这个旁边他就弄了几个鸭绒 塞在一个小袋子里面 告诉他里面你里面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 那么上帝造的时候也告诉你 You made out of dust 你是从尘土造的 你还要回到尘土 然后呢 上帝还不但告诉你造的 怎么样 他还告诉你什么 You made out of nothing Exit Nihilo 你是从虚无创造出来的 所以你是从虚无创造出来的话呢 怎么样证明你是从虚无创造出来的 你就努力的奔跑 不要被虚无吞噬 所以一个人的一生中 一直有被那种生命虚无的虚空感 你有没有 证明是Made out of nothing 证明这个 这种虚空感时刻的追逐着你 在人心里面 所以呢 你要相信佛教 Made out of nothing 因为它本来就是nothing 你要相信唯物主义 Made out of dust 就天天就去追求这些物质的财富 如果你要相信这个上帝的话 上帝照他的形象和样式 照你的 而你的人权 你的人的价值观念就在于什么 就在于你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是人是神所照的 就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尊严的存在 所以你相信上帝 是对你自己价值认定的一个根基 如果你相信你是猴子变来了 那人家打你几下 把你当个蚂蚁才死了 那你就也没什么了 但是我们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照的 当我们被欺负的时候 怎么样 上帝会给我们伸渊 伸渊在主力报应 这里面就是 每个人里面都有存在的本能 都有认知上帝的本能 这个认知上帝的本能 在传道书里是什么 神造万物各案及时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 永生在原文 英文里面叫Eternity 永恒嘛 什么是Eternity Eternity其实就是上帝的另外一个意思 永恒安置在人的心里面 所以这一些东西你是 它就是给你的 它就是英文叫做Given 是给你的 很多时候我们打破砂锅问到底 问到一个 问到底其实就是 就是告诉你 上帝就是这么造你的 这个就是你被造的形象和样式 神的形象和样式 你再问下去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上帝存在的证据 是圣经里面的证据 自然里面的证据 以及你内心 属神的形象和样式 让你知道上帝的存在 所以三类的知识 让你知道上帝的存在 一个是对自然的知识 一个是对自我的知识 另外一个是上帝的特殊启示 圣经里面的特殊启示 让你知道上帝的存在 人的内心深处 对于上帝本能的认知 这个是我们 我不用细讲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 他们知道神 他们是天然的知道神的 知道神 于完人心里说没有神 只有于完人才说心里没有神 无神论的 于完人没有神 然后 当我们信主以后 内心深处也有一种的直觉 就是呼叫阿爸父 我们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我们里面有这样一种跟上帝直接知道的 这样一种 重生以后的这一种的直接的知识 上帝存在的证据是自然的印证 自然的印证 这个都是对自然里面可以知道上帝的存在 那么人身体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 人的身体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到研究人的位格 还没有到研究人的思想 我们只要研究人的身体的细胞 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说我知道我自己 其实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没有解开的奥秘 连最前沿的生物学都没有解开你里面的基因奥秘 不要以为你对自己很了解 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存在的奥秘 更何况你里面的心理文化 然后属灵的层面 那是更大的奥秘 所以这些都自然印证上帝的奥秘 所以当你对这个宇宙自然 以及对自身充满惊奇的时候 那么这个就是你开始求知的时候 开始认识这个自然的这个一切的本来的面目的时候 当你有这样的一些惊奇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会不知不觉的会变成 至少变成一个不可知论者 这个agnosticism 更顺理成章的是 你会成为你会相信上帝的创造 你会相信上帝的真实跟存在 因为像这个 像Norman Geisler就写过一本书 他写的很有意思 I don't have enough faith to be an atheist 我没有足够的信心来成为一个无神论者 因为你要相信 你知道你要成为一个无神论者 要解释现在的宇宙 你需要多大的信心吗 这一种的宇宙序列的排列 你的基因的排列 单单你里面的基因就是 一座图书馆都藏不下的那样的排列的顺序 里面不能够错任何一个东西的 然后你相信这一些都是无机碰撞出来的东西 当然无神论者认为没有关系 我有足够的时间 时间是无限的 所以我可以无限的碰撞 总能碰撞一个出来 而且他们说这个没关系 这个而且他有用parallel universal 他说你现在的宇宙只是无限的宇宙里面的一个 所以这些都是他们的解释的方法 但是都是很牵强 但是如果你相信这些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都是相信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那么你会发现说 其实相信有这样一个创造的神 你相信无神论 其实要简单 要容易 要容易 人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子 Imago Deo 也证明上帝的存在 那么请问你里面的Imago Deo 指的是什么呢 神的形象和样子指的是什么呢 里面有很多 你的创造力 因为上帝是创造的神 那当然你有创造力 它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子照的 然后里面有公平正义 你有没有发现 人天然有公平正义 一旦生活在不正义的环境中 不公平的环境中 你心里会很不平 时间久了 你就会扭曲 就会忧郁 因为你里面天然是有这种本性的 上帝是公平的神 他创造你就是这么创造的 然后里面有荣辱的观念 你很怕被羞辱 有的时候受了羞辱以后 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或者对你的心灵造成很多的创伤 是为什么 因为上帝 我们经常唱什么 荣耀诵 doxology 因为上帝是注重他的doxa doxa是什么 是上帝的荣耀 那我们也是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子 造的 我们里面有荣辱观念 我们是一个 经常讲的是person 这是有位格性的存在 因为上帝是有位格性的存在 而位格性的存在里面就是讲善恶 讲是非 讲荣辱 这些 所以我们自己的存在 证明上帝的存在 我们不仅仅是物质的存在 我们不仅仅是物质的存在 我们里面有公平正义 善良 荣辱 这些不是物质堆砌起来能够出得来的 好 对上帝存在的传统的论证 这个 这个是宇宙性的论证 宇宙性的论证 所以世间 所有存在都有产生的原因 宇宙本身也应该有原因 如此伟大的宇宙 其产生的来源原因 只能是创造者 这是cause and effect 这个是对上帝论证几个论证方式 其中的一个是宇宙论 然后是有目的论 有这个 待会我们看见 有这个本体论 这第一个是宇宙论 宇宙论 第二个是目的论 目的论叫teleological argument 指的是什么呢 是智慧设计论 宇宙表现为有目的的设计 那么在宇宙的背后 有一位智慧的设计者 按照自己的意图 意图创造宇宙 只只按照设计者的意图运行 这个也就是什么 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Grand Narrative 就是大的陈述 宏大的陈述 因为上帝是有他的救赎的计划 有他的目的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从伊甸园到新伊路撒冷 这样的过程是有一个有目的的 那么这种是需要启示才能够明白的 而且这种的目的对于我们人的健康 对于这个现代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这个是现代人的福音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无序的 混乱的 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的这样一个时代里面 完全都被解构了 他有的时候也想要有信仰 但是他信不下去 对于上帝传统的这样的论证 是有一个本体论的证明 Anselm 大概公元十世纪的时候 Anselm Anselm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 Anselm Anselm很爱主 那么他一直在想 怎么样才能向那些不信主的 那些很有文化的哲学家们 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呢 他用了一种存在 不是一种循环的论证 他希望不是用上帝的圣经 来证明上帝的存在 他希望跟这些人找到一个理性的 共同的基础 叫Common Ground 来证明上帝的存在 于是他苦思冥想 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 突然里面有一个感动 那个感动翻成这个中文 就是说上帝就是无法设想 比他更伟大或更完全的那一位存在者 也就是说上帝是最伟大 最完善的那一位存在者 那你是觉得这个好像有什么特别呢 那个是 其实Anselm这个是一个哲学的争论 就是想象中的完美 跟现实中的完美 到底哪一个完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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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中的完美 因为想象只是想象嘛 如果这个想象的完美成为现实中的完美 那么他一定比想象中的更加完美 所以上帝是绝对完美的 因为 所以他得出结论 上帝是必定会存在的 很绕 绕就对了 本来就很绕 你们觉得他有道理吗 有没有道理 很绕 也不一定 他这个里面是玩的是概念的一个游戏 他的定义 什么叫 为什么 他的本身定义就是 上帝是最完美的存在 那这个定义本身 人家就会挑战这个定义 当你定义上帝是最完美的存在 那么当然存在本身 这个完美的存在 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 当然比只在想象中存在更加完美 但是这个定义里面本身 已经包含了结果 这个叫做 英文叫做totology totology 什么叫totology 循环论证吧 所以很不好意思 这个enseum 他花了那么大心血 然后我们一看了以后 就给他这样的评价 觉得很过意不去 上帝存在的另外一种就是 ethical proof 道德论的证明 或者叫做moral proof 人类自然有是非之心 也有公平正义的本性 因此推断必要有一位上帝 他是公平正义 是是非观念的来源 这位上帝将来也要审判所有的人类 这个是谁的观念呢 这个是Emmanuel Kant 康德论证上帝存在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康德有一个命题很有意思 他说我看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 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道德的人往往不幸福 而幸福的人往往是恶棍 没有道德 那么他说因为这一种的世界上的不平衡 没有办法解释 他必须要有未来的审判来补足这个缺陷 补足这个不公平 因为他心里面有一种公平的感觉 公平是人的本能 要不然他违背上帝的创造 所以必须要有上帝来证明 这一种最后的审判 所以他最后的审判是必须的 上帝是必须的 所以上帝成了这一种不公平现象的一个推论 就是上次我们讲的 叫做postulate 或者叫做postulation postulation是什么 postulation是推论 postulate这个字 大概只在康德哲学里面才用 用的很少 这个是他的证明上帝的存在 阿奎那对于上帝存在的五大论证 这个就让你们也要掉头发了 就算了 康德的对于这种自然哲学 证明上帝存在的命题 他认为这一些都是不成立的 都是这个认为他发明了这个四大悖论 这个时间的悖论 空间的悖论 自由的悖论 世界来源的悖论 这个四大悖论 那么这个英文叫做antinomy containantinomy 是非常有名的四个命题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四个命题 康德认为当时很 他认为他破了中世纪的自然哲学 或者自然神学的功 破了那个功 他用这个antinomy来破那个功 他认为命题 世界上 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限的 或者反题 是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 这什么意思呢 他认为你没有办法用empirical data 什么叫empirical data呢 用实证的数据证据来证明 时间和空间是有限的 也没有办法用实证的数据来证明 时间和空间是无限的 然后呢 由此他说的 所谓的这些teleological这些的论证 他说这些都是对于上帝的论证 没有办法证明 没有办法证明 我想这个 我们时间有限 这个我们讲的论题太多了 我们就 这个方面就不讲了 因为讲了你们会睡着了 总之来说 他也是前科学 或者是前 他不能说前科学 他是现代 现代的奠基人 这个理性的奠基人 那么他在这种 后现代或者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 他其实这种已经过时了 时间和空间有没有 会不会有限 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时间和空间其实是一个概念 一个概念 就是时空概念 是不是有限的 康德当时还没有 哈勃望远镜 还没有意识到 哈勃望远镜 后来发现了一个宇宙的红移现象 叫做redshift redshift的意思就是哈勃在望遥远的星系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星系的光谱 是比如说二十年前的光谱 二十年后的光谱会有一个现象 就是红移现象 这个光射过来是往红外线的方向挪移 这个是empirical data 这个是实证的数据 那么根据这个实证的数据 就可以推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这个星系是在向着地球远的方向溢出去 溢出去 那么因为这个意识去有这个data以后 这个数据的支持 什么叫科学 科学就是有数据支持的东西 伟大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它可以通知这个 叫这个 见萍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野 这是个推理 就是见到这个红移现象 它就推理这个宇宙是不断地膨胀的 那么推理这个宇宙不断地膨胀了 也就是说宇宙之前 膨胀之前是什么 是一个说说说说说 可以说到一个地方 一个点 而这个点是什么 这个点就叫原点 叫起点 那么这个宇宙时间和空间 是怎么起来的呢 这个就是比利时的一个神父 坐在他的这个cassero里面 教堂里面 然后在读创世纪的时候 他就说 哦 原来这个宇宙是突然从一点上炸出来的 有big bang theory 这是big bang theory的起来 当那个big bang theory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宇宙跟宇宙的时间跟空间不再是无限的 不像是康德所说的无限的 康德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些 宇宙和时间和空间是有限的 它是有开始有终结的 宇宙不是循环的 是线性的 是一种矢量 而时间跟空间是连在一块的 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 所以从这一点上证明上帝存在 科学可以证明到哪里 可以证明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在此之前可以论证吗 不能论证 当然不可能论证 你怎么论证上帝的存在 在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条件下面 你怎么可以论证 时间和空间是我们人类头脑认知的最基本的范畴 脱离了这些范畴 你根本非想非非想 不可以想象的 不可以想象的 好 那我们题外话 这个我就不跟大家讲了 Catathetic Theology和Apothetic Theology 这是自然神学的研究的方法 大家有兴趣了 以后我们可以私底下沟通 我就把这个尽快的这个 这个 最快的速度 对不起 那个神就讲完了是吧 没有哦 还刚刚开始 不是因为从做一般的 因为我来上学最大的一个讲法 因为你讲的话 你还没讲到神的定义 神的定义 神的定义 神的定义是什么 神的定义是什么 但是你从一般的这个神学课来讲 从牧师来讲 他可以不讲 但是从神的定义 神的定义 怎么样来定义神 谁给一个定义 看看我们谁给的定义最好 看这定义的太多了 人家往上就插了一堆 OK 谁是爱 神是道 谁是自由 擁有 谁是完美的 谁是大学 我可以大学出来 哦 OK 好 好 好 那看来我们还是略不过这个 那我就回来吧 对于上帝的定义 有两种定义的方法 一种用catathetic theology的方法来定义 一种用apophetic theology的方法来定义 catathetic是肯定神学 因为一切的东西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那么在所有的这一切创造的背后 你推知他都可以推知上帝的存在 所以上帝像这个上帝像那个 所以耶和华神是日头 是盾牌 是磐石 是爱 是葡萄树 是活水的源泉 是生命的粮 是生命的活水 他是所有的这一切的东西 好 那么耶和华神是 是是上帝的名字 如果你要定义上帝的话呢 上帝有一个名字 他叫什么 我是 在希伯来文叫亚维 在希腊文叫做 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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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把以色列人叫出來 以色列人問我 誰來拆你來 你要給我個名字 上帝說什麼 我是我所是 我是自由擁有的 我是YHWH 它是B動詞 B動詞 希臘文的B動詞 我是我所是 那麼 這是不可以發音的 Tetachromaton 四字真言 不可以發音的 那麼 這個我們中文 把這個Adonai的音 轉過來 它的福音 原音轉過來 就變成了什麼 就變成了Jehovah 就變成了耶和華 我們翻成耶和華 那麼 從這個裡面來看 對上帝定義 宇宙間最難的事情 就是對上帝定義 因為宇宙一切 都是屬於神的 我們要定義 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要以他相對的東西來定義 比如說定義我的時候 一定要跟我不同的東西 我可以定義 定義我是誰呢 我是我太太的丈夫 她太太不是我 我太太不是我 所以我用她可以來定義我 我是我女兒的爸爸 是不是 因為她女兒不是我 我可以來定義 你怎麼樣定義上帝 有不是上帝的東西來定義他嗎 沒有 所以他只能說 我是 我所是 我就是我 所以這是亞偉的定義 我就是我 我是 好 那麼耶和華神是是 對不對 是 那你會發現 這裡面很有意思的 就是說 我們所建的這一切東西 其實都是上帝所創造的 所以創造的東西裡面就有 造物者的痕跡在裡面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通過花鳥 從魚來認識上帝 這是中國古代的智慧 創結造字的時候 仰觀天下 俯茶萬類 他就創造了象星文字 而象星文字的背後 有一套的哲學的觀念 所以上帝是 這個 到處都是啊 你看到所有的這些自然創造的東西 其實都是上帝創造啊 我們看到這個房子的時候 我們看到什麼 我們看到了工程師 我們看到施工的人 我們看到畫藍圖圖紙的人 我們可以看得到 因為這個是他造的嘛 我們可以推置向他的存在 看這個人 這個施工是不是 這個精道 用的材料是不是合適 他的設計是不是合理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好的工程師 還是壞的工程師 我們看到這個上帝創造的宇宙 我們可以看上帝是好還是不好 對不對 上帝的創造 當然這個 剛才我講漏嘴了 上帝好還是不好 上帝當然是好的 那麼從這個背後 可以通過上帝所創造的 萬物可以認識他 這個叫做 Cataphatic Theology Cataphatic Theology 上面講的 好 那裡面你會發現上帝有一個非常大的奧妙 那麼這一切的東西都好像從一個 比如說我們這個就是Big Bang Theory 就是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大爆炸理論 像火傷口一樣啪噴出來 噴出來 然後變成了日頭月亮 變成了星星 變成了花草 變成了世界上所有的東西也變成 最後我們好像不是噴出來 我們是上帝特別捏出來的 然後吹了口氣 給我們上帝的形象和樣式 這個是創世紀第一章裡面的內容 那麼你會發現 上帝為什麼說我是呢 黃子家牧師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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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喻 他說有一個小店的店主 經營了一個小店 然後呢 這個小店只有一個人 沒有第二個人經營 然後他說他是老闆 也是伙計 也是會計 也是帳也是什麼 他說誰是這個店 他說我就是這個店 有道理的啊 那黃子家牧師的解釋 其實這個我是 是跟中國古代理 剛才這位弟兄講的 這個林弟兄 講的這個一個觀念非常像 是什麼觀念呢 Logos 這個道的觀念非常像 在中國古代的這個道 是一個什麼觀念呢 中國古代的道是 無有而無不有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是 沒有終端風化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什麼呢 是創造力本身 上帝原來就是創造力 因為他是創造者 creator 他是create 他的動詞就是create 他的這個名詞形式就是creativity 就是上帝是有創造力的 那一個創造力的化身 他就是創造力本身 一切的源頭 就是創造力本身 一切的源頭 出來了 對不對 creator creativity 好 你會發現當他有creativity的時候 而這個道恰恰是充滿了creativity 一切的風盛都在他裡面 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這世間一切所有的都是他造的 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這就是道啊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Logos 就是約翰福音一章裡面所講的 太初有道那個道 也就是創世紀一章裡面所講的 起初神 就是道 道就是神 創造人體 創造一切 所以他就是個creativity本身 他就是 他就是 創造力本身 当他有創造力本身的時候 前面當你有了創造力以後 確實的話你就創造力本身 這個就是可測的奧秘啊 如果你做一些生物學研究你就知道說 什麼細胞是有創造力的沒有終端分化的細胞 幹細胞 骨髓裡的細胞 它可以分化成為肥脏皮膚指甲任何的東西 你對這個幹細胞說幹細胞就是心臟就是皮 幹細胞就是皮脏幹細胞就是頭髮幹細胞就是指甲 它說的對不對 對 因為這一切生生都蘊含在裡面 它就是道 它就是神 是不是 如果你打開電腦 你經常是上面是個Google Google上面是空的 什麼都沒有 但是這也是 所以你打一個進去 打一個比如說China打進去 一下子出來幾萬條 幾百萬條 也就是好像是沒有的 但是裡面怎麼樣 裡面什麼都有 裡面很多很多的東西 也就是上帝是創造力本身 這是一切的源頭 所以就是Cataphatic theology意思是什麼 在這一切的裡面 你通過所造的萬物就可以認識它 是明明可知的 所以這個是 上帝給你的是什麼 是聖靈 你們雖然不好 神 上帝知道拿好東西給你們的兒女 何況你們在天上的什麼 父 岂不更將聖靈給求祂的人嗎 父跟聖靈 聖靈是什麼意思 聖靈就是神 就是創造力本身 就是道本身給你啊 當你有了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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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叫肉